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 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赞赏 中国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 朋友圈 据路透社21日报道 萨尔瓦多总统萨尔瓦多三切斯塞伦 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表示 该国政府已经中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专与中国建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子表示 萨尔瓦多是今年来第三个与我国建交破付交的国家 今年5月以来 多米尼加不吉纳法索先后与台湾断交 随后多米尼加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不吉纳法索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国家宴可一个中国原则 而中国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朋友圈 另外 拉美地区是首位台湾邦交 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 萨尔瓦多位于中美洲 它的突破会对其他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产生示范意义 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也认识到 和中国合作 获得的红利和好处 远远多于台湾方面 萨尔瓦多被称为火山之国 萨尔瓦多位于中美洲北部 北林宏都拉斯 南京太平洋 西北部同为地马拉接壤 领土面积约2.07万平方公里 是中美洲面积最小 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 国家首都为胜萨尔瓦多 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 全国人口约为658.2万 其中印欧混血占86% 欧洲人口印占13% 印第安人占1% 萨尔瓦多自然景观丰富 火山地形是最大特色 因此也被称为火山之国 其中最富盛名的是绿色小球 伊萨克山和圣安娜火山 和圣安娜火山这三座火山 它们会集成火山群 其中海拔2381米的圣安娜火山 为全国最高峰 该国海岸地带是标准的热带气候 拥有著多海滩度假胜地 高山地区相对凉爽许多 在温度还是在十四十度以上 境内山林遍布 植物 动物种类都实 分丰富 该国发展多亿农业为主 工业基础薄弱 近年来经济增长缓慢 对外贸易战国内生产总值 的一半以上 主要出口咖啡 棉花 热糖 小类 纺织品等 主要出口对象国 为美国 为丁马拉 洪独拉斯 和哥斯达黎加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数据 2017年中发贸易额8.89亿美元 其中中方出口7.73亿美元 进口1.16亿美元 中方主要出口仿制品 鞋类 车辆 机械设备 化学瓶等 进口电力机械 金属矿沙等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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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